第36題,靜庭使用拔釘器拔釘子 他嘗試從不同方向操作此拔釘器 施力的大小和方向如右途所示 当他分别施力F1跟F2时都恰能拔起釘子 行比较F1、F2两粒的大小比为何 我们晓得,他如果都能够刚刚好拔起釘子 就表示两个施力的粒举是一样的 那我们晓得粒举呢,就是所谓的粒币乘以粒 而重点是呢,粒币跟粒之间必须要互相垂直 粒币是支点到粒线的垂直距离 所以对我F1而言,支点到粒线的垂直距离就这个3 所以他粒币是3 那对于F2而言呢,这边就已经是垂直了 所以他粒币是5 所以呢,我们就晓得呢 我们的3乘以F1呢,会等于5乘以F2 所以呢,我们就知道F1比上F2呢 应该就是5比上3 所以呢,我们第36题的答案呢 我们应该选的是B5比3 他问我们F1跟F2的粒比有多少 我们答案选B5比3